大家好,又是星期六了,今天是23号, 要讲一下,这个叔叔,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John Stott Mille, 是不是,物以,自由主义者,这个当然大家,这个年轻大家都知道是谁, 这个就是混迪,这个就成为这个礼拜最热门的新闻之一, 就是他叫鸡被抓了,当然不是香港,他是香港人, 我也因此而发表一番伟论,但是讲得简单, 这些新闻的周氏新闻,所以简单地说他如果在香港就没事了, 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哲学问题,法理学的问题, 是值得和大家讨论多些,因为我们其实时时都面对这些问题, 而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知其而言,不知其所以而言,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很实际的,当你去到法庭, 你表达个官的时候,那你怎样讲得有力呢? 那他说是法律专家,他说你有罪有罪,你怎样跟我拗啊? 是不是,叫律师,律师又是,又是什么? 大家都是读那一套,那个逻辑大家困住给他逻辑, 如果你跳出法律的逻辑,有些精彩的辩论, 那你需要引用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的言论,是吧? 那法律是保障人权的,是吧?保障自然权利的,是吧? 法律是保障人在社会里面应有的权利的,是吧?是吧? 那为什么我有罪? 那法律说你有罪,那你就输了了, 那你不懂怎样讲的,法律说是我罪,我觉得没有啊, 那他说,我说有就有的,一跳,掃出权威, 法律的权威就被那顶假发,那些专业人士,律师都困住了, 如果你没有,或者你根本不相信,好像我那样, 根本不应该简单相信这个法律, 那你就懂得质疑它了,那怎样质疑呢? Wendy可惜,现在她都听不到我的视频了, 又不是香港人了,不懂得说广东话了,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现况,给大家讲一讲, 如果Wendy在香港,她犯不犯法呢? 不犯法,大家都知道有犯法的, 那他就说,那边各地有波涛,不同的法治嘛, 我们遵从嘛,为什么要遵从? 其实就说,你可以质疑的,不过又好像一个错误观念那样, 那我说,喂,那你说,喂,你在北京, 那当然他都恶了,北京和中国的法律都恶了, 他是不是真的是法律呢? 是不是叫雞一定抓呢?以前不抓的, 现在抓的,近来,接着抓,是不是那种重罪呢? 好像不是,一向都不是,叫雞,风气不端的, 只乎中国的法律里面都承认,这种东西不是很大件事的, 否则不是,你说反毒啊,藏毒啊,大家都知道, 谋杀的人都知道,陈鸿佳,大家都知道, 那Wendy又叫我,我给钱的,我骗人家,有奸又说不对, 是不是,那给钱叫雞,不是强奸,强奸一定不对,大家都知道, 有些是普遍所有社会,不理你什么主义的社会,都承认了的, 但是你要明白为什么他们承认了, 因为大家其实都用一套法律一路演变, 由C4 Law到Common Law, 然后一套本身有中外价值观融合了一起的东西, 大家都都认同了,那你要搞清楚那套是什么东西, 好了,今天介绍一个,前面你会看到, 好,给大家看多一点,Harm Principle,中文译造,伤害原则, 我是Wendy,雲迪,我就只问一件事,我伤害了谁, 你做什么现在,行政拘留不单止, 你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剥夺商业权利终身, 那我就问,如果他去了,去了英国,或者去了瑞典, 或者奥地利维也纳,这个二十二述之多, 继续弹他的烧帮,那些人会不会说, 可能有部分,甚至在这个国家,天主教国家, 有部分人说,你的德行不好,表示不欣赏, 彼此,会,但会不会说,你不能准拜, 你的琴污染我们的,你的琴是黄色的, 黑白之外,不应该是黄色,这个人民望过, 人造私人没关系,这个人是不太好, 但是他演奏过程,演奏蕭邦过程, 依然是很有水平,我们欣赏他的水平, 我们都批评他个人有空不好,希望他改进, 那就完美了,但我们不可以因为他叫鸡, 就不肯听他这么好的弹音乐,不然人家分开, 北京呢?我们当然分不开了,习近平说不行, 就变成有罪了,以前没有的,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帝王思想,中国的法家思想, 其实法律官还是残留在这里, 军上说了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是不是? 是不是大家还是这样? 幸好我们在香港,香港是不错的, 我们只有自由的历史,起码是我的视频, 是吧?你吓我,抗议我用YouTube, 那YouTube不会吓我的,是不是? 就是这样一个质量问题, 我现在介绍过这个叔叔,这个, 这个,John Stott Mill,听到没有? On Liberty, Liberty,我听说什么?Liberty,法文,Liberty, Liberty,现在的D,平等,Fedenti,博爱,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这些, 这些外国人,是吧? 我知道,整个香港都污染了给那些外国人, 整天讲自由,没有了街线, 好像狗狗那样,到处买,都是自由,是不是? 你问梁美芬那些,俄军耀那些, 那些我不觉得他不明白的, 不过他,是不是? 讨好一小撮,还是老人和我的人, 思维里面,不知道现代文明是何物的, 没得说了,是不是? 这个争论,究竟什么是为之? 犯法什么是为之? 不犯法呢? 在法律条文以外, 那条文又很儿戏的,大家都同意, 为什么他在香港没办法? 在北京有办法, 这些东西有没有普世标准? 有,但是他有没有基督普世标准? 我都知道,没有了,北京就认为有了, 那自然有一帮, 维护这个,就是当权者,权益的学者出来, 写很多文,讲很多话,说他有, 违反了我们是法治国家, 所以只要抓他,告他,还要剥夺他其他的商业权利, 那我们看到这些很高分, 但是我们是不是好像, 不关我的事,有他了,活该死了, 帥仔,又多钱了,活该死了, 那我们当然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不是一个学术的心态, 不是一个探求真理的心态, 是不是? 我们的探求真理呢? 同时你马上就会隐身在我们其他的香港的犯罪, 所谓犯罪, 是不是符合人权? 是不是符合我们自由的现代普遍? 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回到清朝, 你根本社会主义是讲自由的, 讲法治的, 讲民主的,当然他说民主的形式不同, 我们自然有方法, 把人民的意愿反映在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体制有一个优越性, 尤其此类, 我不是争论这些废话事, 但是事实上呢, 就算是提出这个自由主义的人, 包括这个白, 其实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 画了这些画, 都是画过白的样子给你看, 那他没有年轻过吗? John Stott Mill, 当然好了, 你看我的样子, 我比他年轻过, 不够权威, 有时候是弄个白样子, 你看他权威一点, 年轻的时候没有画下油画, 那一回事, 但是给那个白样子你看, 就是说, 吃盐不多, 你吃完, 那他事实上是很厉害, 厉害成怎样呢? 这本书On Liberty, 是最早被翻译, 那几亿中好像是第一部, 那就是西学, 晚清的时候, 那谁是第一个翻译界, 第一个大师呢? 叫做炎福, 炎福这本书好像是第一本书的书, 大约不是很前的, 那这本书也是翻译界的经典, 很多人引用的, 他译为什麽呢? 但是他给出一个很好的定义, 翻译也很好, 这个叫做群己权界论, 群就是群体, 其实是社会一字, 自己画一条街线, 社会不要干预我, 我不要干预社会, 那条街线就为之自由了, 群己权界论, 这个定义, 大家是不是觉得拍难手掌? 同不同意呢? 喂, 我活在这个社会, 我不喜欢打针, 我现在打针, 你都觉得是我的权利, 那政府就说, 你不打针害了其他人, 就好像一些理论那样, 我就要质问, 我怎麽害怕? 那如果我们这些鸦权民一推到, 就是自由主义了, 我是不是有自由, 有自由我就不能打针了, 怎样呢? 结果是百姓利, 香港有些什么,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麽是胜利了, 因为我们的心静在心里面, 官员好, 个人好, 心静在心里面, 就是自由是重要的, 你问婆婆做不重要? 不重要, 自由不重要, 私有产权不重要, 那你一收工就共了你的身家, 跳到你那边, 合理的吧? 国家穷就要你的钱了, 那你说不行啊, 那Miu呢, 麦尔呢, 其实他是承接了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 一直演变下来, 他是近后期一些, 但是他都是关注社会的公平分配, 他就要重视私有产权, 这些事情, 自由主义很简单说, 我们听过很多东西, Thomas Hope, 社会契约, John Locke, 盧梭这些人, 一个有才有效的, 最早那个Thomas Hope, 他认为自然状态之下, 即是初民社会, 那时候是中古时候, 人类是孤独的, Lonely, 貧窮的, Poverty, 康庄的, Dirty, 残酷的, 短命的, Life is short, cool and short, 哇, 生命简直毫无意义, 那时候有多病, 和有多杀戮, 皇帝又专权, 中古时候, 所以他提出这个论, 就是说, 为了要得到人的生存权, 所以我们将权力交给皇帝, 交给社会, 就是合理的, 所以他也被批评, 他说了人的自由权, 生存权, 但是因此, 合理化了皇帝专权, 但是跟着的, 他说这些社会契约, 跟着说社会契约, 就比如说, 在自然社会过渡到, 人的社会的时候, 分别就是什么呢? 人是要跟我, 我将我的自由交给社会, 社会就要保护我的人身自由, 和财产自由, 到罗梭又继续抗战这个自由观念, 继续将这个自由的理念一路扩大, 那我们中国有没有呢? 没有的, 不好意思, 莫非黄土, 上个礼拜说过, 普天一点, 莫非黄土, 莫非黄土, 又莫非黄财, 没有私有产权观念, 到今天都没有, 我们几千年传统是这样的, 政府没有钱, 就拿了你的钱, 是吧? 原来有这样的哲学, 分别了, 东西方的私路conflict, 那香港人是什么呢? 香港人惯了西方, 我们是西方了, 没得讲香港, 不是警察, 所以我们, 吵人都大声一点的, 因为我们讲自由的嘛, 我们讲法治嘛, 那么呢, 骂都要骂得有点, 所以大家就要了解一下, 今天这段事情, 给点心机听, 我们讲法治, 是吧? Mill, 他讲, 就是人有没有权去干预别人的时候呢? 现在公安干预了阿迪的跳鸡拳, 人有没有权去干预别人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性的制作。 就是说, 我干预别人的时候呢, 因为你的自由就影响到我的自由, 我就自己保护自己, 在这个原则之下呢, 我才可以干預你的時候 否則都不應該 大家都是 其實香港人是很和諧的 活得 因為大家住在公屋裏面 我不理你 公屋好嗎? 公屋好都好 你不覺得大家都很重視大家的私隱 有好又不好 不好的地方 不過是沒有了以前的倫理 但是都沒有了一些是非八怪的事很多 我三人不理人 沒人會說你不合群 沒有人會說你跟對 但是有些群體是會的 警察就是了 所以整個警察好像同一個模式 就是他們沒有了自由 但是如果你說其他各項各業都好 機構有機構的文化 但是我們普遍很重視 個人 我才是最重要的 我離開幾個學 坐在三方過 我自己有自己一套 這個 但是你有沒有權干預我呢 除非你認為你干預我 因為你保護自己 自己保護 還有一個英文的 讀給你聽了 那個定義 應該你從維杰找到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ly exercise over any members of a civilized society 就是說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用公權力干預到個人的自由 只有一個情況 干預到個人的時候 就是滴滴的時候 干預到他的時候 只有一個情況 against他的 will 抓了他 困住他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就是說如果他傷害到其他人 你抓他就對了 我馬上逃回來香港 是對的 勉強 你說釘 你可能插警人就抓你了 你就傷人了 不要整天說警察 你傷人 到處砍人 偷人東西 那就要抓了 是不是? 這些因為你傷害到其他人 但是如果我不打針 我是不是傷害到其他人呢? 沒有 我不打針 我沒有個險 我會死的 你死要傳染給別人 你怎知道我會傳染給別人 是不是? 你就戴了保護罩 你就不會傳染給你了 我有罪 我就要出去戴好罩 這些就是合理 但是你不能夠監我打針 這個就是那個 我不是會傷害到其他人 我就是我的自由範圍 這個普遍全世界承認 我們爭論一件事 我們爭論任何事情 罪與非罪 對還是不對? 其實我們不妨 大家以後都是 傷害原則 我有沒有害到人? 沒你不要理我 沒你就不要亂判 你法官 哪個法官都好 以後你覺得那個官不對 你就站起來 阿官 你有沒有讀過Johnson Bill的傷害原則? 你讀書少啊 你竟然不認識 你知不知道 什麼接著? 你不要說 我不想這麼成名 不過你可以跟著用我那些本視頻 講過的例子 是不是? 告訴他聽 聽完本視頻你都可以吹幾嘴了 哲學而已 常識而已 法律而已 常識而已 如果常識常理都解不通 那些就不是好的法律 就這麼簡單而已 現代法律的理想是保障每一個人 在不傷害其他人的自由為原前提之下 選擇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擁有不受任何人干擾的權利 這個就是自由主義裡面講的Harm Principle 是不是很簡單?其實很簡單 是不是每個人都明白呢? 看到現在 你不用下回看幾次 韓達講哲學 可能高深會聽多幾次才明白 不用 你聽一次應該就記得了 我不害人 我沒有影響到人 就是我自由了 群、己、權、力的分界線就在這裡了 當然這個是原則 真是運用起來很多東西爭辯 但是我爭辯這個原則很夠了 你說而已 不是這樣嘛 你好像很有道理一樣 你讀多幾本書 眼睫睫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我說這個Harm Principle 大家的常識裡面已經有了 而且大家在這個常識裡面知道 人權公約是寫了這些原則在裡面 體現了這些原則裡面 這個原則中的原則 你自然懂得搏那些歪理 大波華就走出來 言論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 你沒有看過人權公約嘛 你就看一看 你看一看你已經可以背出來回答他 但是你就不看了 言論自由沒有限制的 什麼時候限制呢? 傷害到別人的時候限制 否則都不會限制 那我說話有沒有傷害到你大炳強呢? 你不要經常想想什麼 整管我 經常有沒有傷害了你的彭寶琴呢? 你的傷害了什麼? 傷害了你的張舉能呢? 說你有什麼道理呢? 我經常說話一向都有道理的 我這麼大條道理 誰人都聽都明白 你們聽不明白? 詐不明白 是吧? 很清楚的 我只要沒有傷害人 你說錯話 吵架啊 吵架我沒有傷害到你 說錯話沒有傷害到你 你不喜歡聽而已 粗屁那樣 你就說回我了 歡迎你用錯話就說回我了 無所謂了 大家鬥爆錯話 沒有法例不讓人說錯 我就能說了 大家不說錯 我講道理了 你還死? 人權官是說明的 說明什麼呢? 在干預的情況之下 就算你說好 我現在保障社會利益啊 我不可以亂說話 各個人啊 這樣 法例上有保護人的利益 即是你自己保護 是應該有的 那就有誹謗的法例 誹謗還可以是刑事 那你好啦 你證明到 當然的定義都很差 現在現存法是有的嘛 有了 三條文文 你講到這麼多 你是不是必須呢? 人權公約裡面 干預人民的自由 干預人的人權 必須要合理 在民主國家裡面 為了保障社會秩序風化 以及安全 包括你經常講的社會安全 都好 是必須要合理和合乎比例 必須要合理 所以永遠講這些東西 你問回他 什麼言論自由沒得限制 那我害了你什麼?我在互聯網上講幾句話 不肯可以 為什麼不肯可以呢? 一般人 就是我說好東西就這樣 前覆後計 仲然是明知犯法可能被人控告又有什麼 油蕩 或者在街上吊警察 你立什麼獄警罪 一樣繼續吊勾你 你警察吊人是怎麼樣? 警察吊人 你有沒有…… 這個原則呢 也都是 如果你要立些法限制人的時候 除了要 剛才說是必須合乎比例 還是合乎比例 還要是合乎這個平等的原則 平等的原則就很簡單的 你說我吵架你 告我 那我天天拿著鏡子吊著警察 警察一說髒話 你就麻煩你告他 侮辱人民不是罪 侮辱警察也是罪 所以那些什麼吃屎的啦 那些什麼梁美芬 那些什麼臭婆娘 他不是不明白的 你要知道 何君堯不是不明白的 他為了舔共和舔選票 他也不是不明白的 是嗎? 就是在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講 你不應該干預 現在以前是犯法的 什麼同性戀是犯法的 現在不是啦 是不是? 也都以前叫雞是犯法的 在香港歷史 看回一九二幾年而已 曾經合法化又不合法化 然後合法化又不合法化 最終槍技合法化 都沒有 是應該成功了的 毛毛花六幾年的時候 曾經有你爭議紅燈區 其實這些爭議來不完的 你信耶穌 我信耶穌 信耶穌不信自由主義 我信耶穌 信耶穌他都很贊成自由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各位教友 大家都贊成自由的 那你咬什麼?我不明白的 咬來咬去後面有一個原則就是 不合人的自由原則 那你說自由是不是要講自由主義? 講自由主義是不是要找我們這個白出來 指點一下你們 聽一下他的說法 合不合理呢? 現在講了你聽了很合理的 只要我不影響他人 沒有傷害別人 如果我要干預別人的原則 就是你的行為影響到我 當然你可以記載在旁邊影響到我的小孩想叫雞 那你是影響到我的 那我就要求掃黃啊這樣 那你在這個情況 我又不是說 就是 亂這樣 周街都是黃賭毒 是可以合理的 但是你想想 吸毒香港犯法 在很多地方開始不犯法 因為他吸毒他自己的事 他不影響人 是不是? 他不影響人 所以 為什麼這樣呢? 你覺得很古怪? 這樣的社會 加拿大最近就說 食大麻合法 人家是合法 人家是經歷什麼? 我們是自由社會 自由社會 大家個個都 中學就讀的了 法國中學就讀自由的了 所以這些 他們明白的 是我們那些 什麼呢? 讀了春美呢? 外國教育 有一個形容很侮辱的 自主化的社會 香港的確是 我們 至少我說出來 大家都不會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是不是? 但是你在大陸我說這些 拉夠了才說 不准你講 主要是 我免你刺激別人的思想 好了 那 自由主義 Miu說 人的自由可以有積極 合法干預別人就是積極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積極 但是也有消極 其實我們在用消極的做法 不是說 我不准你這樣 不准你這樣 從而保護我的自由 消極的做法就是 你不要影響我的自由就行了 我畫一條線清清楚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用了這個消極的自由 在這個原則之下 反映了很多法律的 包括我們 吃煙你影響到其他人 是不是? 你真是關於其他人 是不是? 所以它加強文 符合這個 你只要不影響其他人 如果科學證明 吃煙影響不到其他人 那都不應該禁 那吃大文 我躲起來吃 所以就沒有犯法 就是這個意思了 吃煙在家裡吃都沒有犯法 你不要在公正地上吃 就合理 背後就是這個harm principle 是這樣的 為什麼香港的 你操縱妓女 開妓債 就犯法是罪來的 操縱妓女 但是性工作者就不是犯法的 如果它是一人公司 兩個人都可能會互相拉客 收回勇那些 這樣就犯法了 是不是? 就像滴滴一樣 純粹是他又給錢 他不是騙人 是強奸人 所以用坑邊拾一套 他又沒有犯法 不應該當是一種犯法的 大陸就不說這些東西了 大陸犯不犯法 看看習近平的心意而已 我家裡打卡 都犯什麼犯法 不能准就不准 他都不能說你犯法 但是他干預你 不犯法又干預人 這些 我們叫他極權社會 很難聽 是不是 專權社會 專橫的社會 不文明的社會 香港很好就不是 雖然都越來越衰的了 你叫了大炳強 李家超 做當權的人 加密了插破 夏婆應該讀文學 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的 不管了 不要搞 所以現在就想了很多干預這件事 終歸會爆發出來 爆發出來看看怎麼爆發 大家一起起來 就推翻這個 未必推得回的 不過推翻政府可以只推翻 不讓這幾個人再做局長 都可以的 搞出大礙的就是了 這些就是他們承擔後果 到時候我就負責評論 是不是? 好像法官那樣負責 質疑你們 都是你們混蛋的 我可以先有結論 都是你們混蛋的 怎麼分析 用Harm Principle 怎麼去分析一件案 這件案子 或者以後出現某些案子 我們某些情況 有人在押他 有罪有罪 沒有罪沒有罪 我們用一個三段的分析方法 第一 當事人是不是完全行為能力 有行為能力的人 能夠為行為能力 好了 是不是自願呢? 這件事我又突然想起了 很多什麼政治化妝師 言論自由 它是不是真的在行使言論自由? 是我們就誓死保護它 它不是收錢 假設它收誰都好 一時說這件事 一時說這件事 反正我蝕燃蓮花 我懂得說話 我都可以的 是不是? 我都可以的 我不會 我有道德 但有些人就覺得 是這樣的啦 收錢 幫人帶風向 五毛就是這樣 高級五毛就叫政治化妝師 有些人 所以大家要想 不要只說言論自由 搞到它要逃亡 要躲起來 影響它的言論自由 我們很不正確 但是如果它不是 它自願呢? 第二個點就是 是不是自願的? 你是行使言論自由 不過你是否收了錢 行使言論自由 根本就不是你的自由 你不是你的思想自由 你只不過幫人做政治化妝 做宣傳 我看台灣的政論 這些人很多 當然沒有證據 但是你很麻煩 你感覺到很多人是時時可以變的 香港都有 當然 都不少了 大家自己醒了 這個我就不能夠指控哪一個人 雖然我時時都間接指控了很多人 這些人不是有自由意志的 因為它是為了利益可以做某一項目的 這些有事發生 被人打擊 被人追殺 不要怨了 起碼我們同情你 言論自由被人高 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是不是? 自身意願的真實體驗 如果你真實體驗的是思想自由 結社自由 不是結社為了要做某些意義的 我做媒體就做媒體了 我不是為了要做什麼 不要古古怪的 帶方向利用別人 很多人是這樣的 其實為了錢 我們都要搞清楚這些 好了 重複一次 當事人完全有行為能力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他成了年 簡單來說 也知道有能力要負責的 他是自願的 他自願做什麼 阿滴滴 成了年 有性的需要 需要叫一下雞 他也給錢 自願的 他不是有人叫他 叫多些雞就藝術成就好一點 不是啦 那些藝術家的生活壓力大 等於穆澤東 很多女兒 她的生活壓力大 但是他自己想的 不是 是自身意願 還有第三個主張 不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權益 不會傷害到其他合法益 他做的事情 法律就不應該干預他 當然 法律不干預我們都可以吵架他 指責他 哇 你這麼淫亂的 是不是 等於你都可以指責我 怎麼這麼多粗口 如果你講哲學都講到這麼多粗口 你貪什麼啊 你貪 你貪 沒什麼貪 爽的 爽就行了 你又高興 聽到 可能你不高興 我不會害到人 講粗口 講粗口不能害到人的 風氣不好這樣 風氣不好 沒問題的 有人溫文意壓 有人粗口難辭 但是如果他們講的都是真理的時候 那你都要聽 聽個道理 哎 聽個道理 好了 最後我要講一講我們香港發生的 用Harm Principle去放進去 最近蕭國旗又誣了人家幾個 坐幾年 幾年了 吭家產 引到 即是說會 所以這些我都沒有話說了 即是淪喪了 我們的司法道德淪喪了 那些官是純粹是遺常的 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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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了 法律的上司 法官的上司只是法律 不是張舉林 不是習近平 大家有空記住 你做法官的話 問問自己 好了 罵法官不行了 我經常罵的 死定了 慈喪了死定了 開始就干預我的言論之後 你說你罵法官已經是司法的尊嚴 已經是社會的 硬要推出去 你說到的道理 那你權威就依然留持了 怕被人吵架你 現在你做法官 你就是做錯事嘛 那些人不認識你 你就 啊 我沒事 我好東西 我英明神武 那些刁民而已 你碰巧我在法庭 我只是講那個harm principle 都講了 半個小時有多 然後問你明不明白 接著你說 我當然明白了 我當然懂得聽 但你沒有跟著 是吧 好 還有 用這個harm principle 引伸到我們的人權公約裡面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思想自由 表達意見自由 全部都是 不可以有暴力 因為暴力就影響其他人的權益 這個OK的 如果你過了龍用了暴力 那你就付出代價 坐一陣監 但是坐監之餘 也要問 要合乎比例 合乎比例 還有在民主社會裡面所必須 香港不是民主社會 我當你爭辯了 當你爭辯 這個都是民主社會 社會主義的民主 好 當你教人主那樣東西不說 因為人權公約都沒有定義民主的 不過 合乎比例 還有必須 這些就是可以爭辯 哪個社會都是這樣說 合乎比例 有沒有需要這樣做 我為什麼經常罵新加坡 有民主的地方 沒有民主 其實它是沒有自由不符合法治 或者文明法治的社會 因為它惡法多 很多事情 罪與不罪之間 除了harm principle之外 harm principle之外 引伸到你判刑的時候 是不是輕 是不是重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 一個阿伯 一個簡單的harm principle 是不是 這個阿伯介紹多一句 他還有一句名言的 即是公利主義 它所謂公利主義的秘組 即是人類社會的開心 開心不開心的一個社會 就是以最多人的開心為原則的 所以你可以引伸到民主是對的 但是也可以引伸到極權的 拳國歌大多人開心 就共咎了你了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如果現在說一人分層樓好不好 分了你現在成的什麼花園 全部一人拿了它 個個分一層好不好 那全香港人四百萬人開心 即是四大家座 四個大富豪不開心 那就很適合了 大多數人開心 那就不行的 但是當然這個就是有些extreme 有些誇張說它的理論 那麼它的理論當然都是subject 很多argument的 尤其是 所謂最多人的快樂就是最快樂的社會 這個是有些問題 我們應該討論的 但是harm principle幾乎是沒有什麼人 可以質言到這個合理性讀法的人 除非你沒有讀過 或者你讀過 我忘記了 好像彭寶琴之類的 那些什麼五例兵 那些什麼人 又擠錢又淚袋 不過你很生氣 今晚又睡不著了